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言未定 清廷在哪儿 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地对他 要是受到什么伤害 我可不答应你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雪梅 大哥 你在做什么新曲子啊 随便写写 你猜这是什么 看吧 你高兴的 是什么呀 这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大哥 你终于可以去欧洲学习了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我就抓住梦想了 大哥 你说什么呢 这不就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 什么梦想 白日梦吧 我说什么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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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来 来 来 把我去 来 来 我去 来 来 来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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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将军上台能认吗 爹去世后 我们被洋人抢生意 被官府打白条越做越赔 眼看有一败涂地了 大哥说 欧战已结束 那些人指定有打到上海的时候 这一年之内倒闭的企业 也有八九成 不止我们离家一家 可是杜家还是好好的 为什么只有李雪竹的娘家败了呢 雪竹 妈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蟹黄小笼包 和桂花藕片 来 吃热吃 妈妈 你每次叫我回娘家 都必定有话要说 说吧 你爹 生前的那些工程款还没兑现 咱们要向杜家开口 大概能接到多少 上次借的二十万 还一个子都没见着呢 那不是走投无路了吗 你看 我要不求着我亲生女儿 我还能求谁呀 您现在想起我是您亲生女儿了 当初你们把我一个嫡出的女儿 嫁给杜家小老婆生的儿子 可又怎么说 那杜允堂才是嫡子 他要是娶了亲 那我还不得看着他脸色吃饭呀 再说了 李家也不知养了我一个呀 那姨娘生的弟弟 凭什么就每天游手好弦弹钢琴 他还能去留养 他当这个富贵嫌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自从当年从那个乞丐窝子里边逃出来 就整天的低着头部说话 也不知道是在肚子里边编排我们怎么虐待他呢 还是藏着什么借不得人的贼心思 妈 我想 花园学费太贵了 我还是退学吧 可是大哥是个音乐天才 您就成全他吧 我成全他 谁成全我们呀 你爹都已经被人给逼死了 他还整天游手好弦 写什么没用的钢琴曲 我吉他非得得撕了不可 妈 拿过来 妈 给我 妈 给我 我 要看你自己看 贵请恩公拨还欠款万言书 大哥 你原来不是写曲子 你是写这么屈辱的文字啊 我已经放弃了音乐 从现在开始 我要担当济离家的长子 应该担当的一切 夫人 您好 你是黎氏建筑的长子 黎绍峰吧 正是绍峰 这种徒姆 guilty 您应该选你的 族与她的船 最近是写的 夫人说 在哪里 我把孩子们给了 你选你的 这都是 朱稠 朱稠 也就是你们这些破裸户 老是反反复复拿出来 嚼舌根子 夫人 邵峰是个知人图报的人 您不会白白帮助李家的 口才还不错呀 杨学生 坐吧 你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呀 音乐 刚刚获得维也纳音乐学院 全额奖学金 只是家道艰难 邵峰只有放弃 你会修大提琴吗 大提琴 对呀 如果你帮我修好清平的大提琴 让他高兴了 我也就好说话了 不会 姐 和室楼 companies 喂 你怎么办 父亲 我跟你说 最好 爹 男人 więks 又是新青年 不许你再看这种 蛊惑人心的东西 来人 把粥给他喝 是 我不吃 我不吃 我不要这样屈辱的活 我不要 给我点时间 我会让他吃下饭的 你 不管怎么样 他也应该活下去 他也应该还是要跟着我 你能够着 是 是 还是 只要佛下去 最美的能力 一直会陪伴着你 只要佛下去 只要佛下去 最美的能力 最美的能力 然后 quieres 这点钱虽然微不足道 但我希望它能到达 看来我小瞧你了嘛 好吧 你说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 夫人 夫人 少风想请您帮忙把这封万言书 转交给沈将军 就离家燃眉至极 就这事啊 可惜啊 这事我还真帮不上你 在沈志佩那儿 我自己还搭不上话呢 你找别人去吧 强威 给他一百块大洋 也不能让黎大公子白炮一趟 我不是要饭的 夫人 少风深受父母养育之恩 作为黎家长子 如果不能为寡母若媚分忧 枉为妻之能耳目 hommes 所以我非常太关心了 我最后妻的人 我觉得你还Т им 情绪 仩仩不少 人等一等 一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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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一等一等 一等一等 一等一等 我说清平啊 这才见了一面的男人 你就这样为他求情 这不可笑 酒肉朋友 不如言语之计 言语之计 不如文字神交 文字神交 不如玄瑞之音 音乐是人的喜 黎少爷刚刚用心救了清平 我想帮他 当然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好吧 冲着你的面子 我就帮黎少爷一次 不过记住你说的话 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走吧 你身子不好 我带你上楼去 还有 你所政治有 Comedy 我跟我继续 失识 找不到 阿姨 package 安 人家 身份 为什么 struggled 拒绝 овать 小豪 被üh� 无论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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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 这个呀 叫防风照啊 咱这什么地方啊 这里用电灯 根本就用不着这玩意儿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老板 那个人是谁啊 这是离家的大少爷 这是离家的大少爷 离少丰 离少丰 怎么和小时候不像呢 杜家太太 今天请我来 不知有何贵干呢 请坐 佟太太 佟太太 我们家老爷说 你们家在京城走投无路 在上海又上了锦箍咒 我对他来的 在这儿呢 也没有什么亲朋可以投靠 看你烦闷 让我这女眷们 陪你打牌解解门儿 这是哪儿的传言呢 真是看扁我们同家了 我不喜欢玩牌 我也不会 没关系的 打起眷自然就会了 听说贵府的千金在圣约翰化院学画 正是 那家化院男孩子都不容易考进去的 你跟佟老爷就这么一个女儿 佟老爷没再打算纳妾续香火 我们叶和那拉市地位显赫 当年佟家能娶到我 是他们祖上积德了 即便只生了一个女儿 也是万不能纳妾的 瞧我 当这姨太太的面说纳妾 杜太太别往心里去啊 这么说 佟家的所有 将来都归另爱一个人所继承的 那是自然 佟家就这么一个女儿 自然是金贵了 不过我们家允堂少爷 那也是天之骄子啊 佟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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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觉得你们家小姐 我们曾设皇亲国戚 世代是不和白丁统婚的 现在朝廷都不存在了 还论什么皇亲 就是 你们家的房契拿回来了吗 那钱还是我们家老爷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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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杜太太 各位夫人 太太 大喜事啊 恭喜太太 贺喜太太 什么喜事啊 说出来 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我们家老爷 刚被保举为将军参政 沈将军说 为我们家老爷 要隆重举行就职仪式呢 我当时什么事呢 不就是芝麻大点的官吗 值得把你高兴成这样 真是眼皮子浅 杜太太 我得先走一步了 只怕现在道贺的人呢 都挤破门槛了 我得回去帮老爷应酬 那是 来人 宋童太太 是 我就说嘛 贵族和平民怎么能通婚呢 更何况眼见着高攀呢 只不过给一个前朝已老的虚冠 看把他得意的 就他那样 能生出什么好的女儿来 我还看不上呢 大姐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把没人找来 我就不信了 你怎么办呢 而我 就说 我 你怎么办呢 我 当然 你怎么办 我 不想 还不想 你怎么办呀 你怎么办呀 因为我知道 能在将军面前推荐阿玛的人 应该只有他了 谁啊 我 呸呸呸呸呸呸呸 你 有什么了不起的 拉子飞前就不能进去玩 我呸 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对啊 我告诉你 我大哥可是沈将军身边的黑鹰 敢欺负他小弟 我呸 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 我告诉你们 小偷 我小偷 小偷 小偷 大哥 大哥 你们两个来这儿干什么 听说你回来了 我们过来看看你 对啊 我们要进去 他们拦着不让我们进 谢谢你 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来是有一件事情要感谢你 是吗 我想 能够在沈将军面前推荐我阿玛的人 应该只有你了 我什么都没做 是沈将军想复兴如雪 正好看中你阿玛 以前的身份会采取 总之 还是要感谢你 怎么会想到 要回这条街上 因为我有一种直觉 这条街 有你要找的东西 应该不只是三家铺子的租金 那么简单 那有没有兴趣 跟我一起去一探究竟 好 小姐 天黑了 别 别跟她去 素希 回去告诉阿玛额娘 我今天晚点回家 雪梅的工 你在这儿等我 雪梅的工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看看 你是 我是黎少峰 黎家大少爷 你 味儿不对 有股叫花子味儿 别装了 福根 福根 你认错什么 我和周明昌是老相识 当年周明昌养着你们这些小叫花子乞讨 我还给过你钱 你 你就是那个放高丽带的阿贵 你小子 运气真好啊 真正的黎少峰死了 让你占了大便宜 冒名顶替 咱们废话少说吧 你瞧你 你ORS 穿金带银 大少爷 你看看我阿贵 混得人不人鬼不鬼 想不想赌上我这张臭嘴啊 大哥 你说你又何恐逼我呢 现在周明昌父子 已经飞黄腾达了 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呢 周明昌的儿子 那多少年前 被我逼的手指头都弄断了 他正找我报仇都找不着呢 我去不自投死路吗 老天有眼哪 让我逮上了你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你就不怕我怕你当年 杀害周大娘的事 告诉他儿子吗 我怕个屁 你怕 那是不你杀的 说 我查你很久了 你们都误会了吧 大哥 我是福根啊 就是他杀死了周大娘 角双方也是他下的 都是他下的 那是因为那年 你们家欠了点高利贷 我只是想向你 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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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再说 我听见到 你还想得足够 我找个小娘 你还想得下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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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想放我和小枫逃跑 正好阿贵来药膏里带 他们一群人围着大娘暴打 我和小枫跑散了 后来我在雨里找到了她的尸体 我都快死了 阴差阳错 倒在了李家的大门口 李家误以为我就是小枫 大哥 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 我舍不得放弃那份温暖 你不会以为我 是他母须荣斗 当年你跟着我爹 也受了不受的苦 今天你为我找到了 杀害我母前的凶手 大哥会永远为你保守这个秘密 从今往 你就是李少傅 大哥 你就是李少傅 大哥 你就是李少傅 你就是李少傅 你是我一辈子的好大哥 大哥 他会不会说说我的过去 他不会 但你如果有人会会 小姐 玉丸 玉丸怎么了 你到底把我女儿怎么啦 你 这边 来 放这儿 快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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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地给你当小老婆 秦平是我的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可心的小妞送上门 没人抱在怀 才愿滚滚来 等老子的鸦片生意开了证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就有的忙了 大头小胖 你们先回去吧 走 咱们先去 你就知道那些鸦片 当年是因为你抽鸦片 借高利盆 你也才儿子会 purple 此时 你才能瞎一脸 看见了 你 不能不死 老婆 你能看见你 停车终于为你报仇了 你养了一个有血性的好儿子 安心投胎转世吧 我的亲人 初心往后 别再跟鸦片搅在一起了 你敢管老子了 你拿了家里的钱 去讨好童家 挣着十五万 我不卖鸦片 不打开裁员 现在这场面怎么回事啊 只要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干 可是你逃得开 这个味道吗 你本来从娘胎里就带了烟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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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忘了 你是个大烟鬼 大烟鬼 你配不上他 不是你迷回 我配不上他 配不上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是不是我们 这样啊 玉婉 我下面还有课 我先走了 有时间好好聊聊 聊聊油画 喂 你干嘛学我叹气啊 我家快撑不下去了 我下个月就得退学 啊 雪梅 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知道了 玉婉 我知道你为了我好 可你帮不到我都 人生不如意的事 十之八九 如果我们能做无所顾忌的小雨滴 多好啊 玉婉 这都不像你了 不像我 是啊 不像我什么 你啊 以前根本就不会安生叹气 连做的梦啊 都特别宏伟 压根就不像个女孩子 那是因为 以前我心里还没有一个人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心里有人了 没这回事 哦 我知道了 原来是我们彭教员 才不是呢 多多闪闪小心翼翼的 哪有那种 动人心魄的霸气 和深不见底的神秘哦 霸气神秘 到底是谁啊 快说啊 快说 说不说嘛 你快说呀 你快说呀 别闹了 小姐 干什么 苏西 有人给你送伞 我现在 可知道你的小秘密了 原来这把伞的主人 就是你奋不顾身 要变成小雨滴的理由啊 还有香点心呢 这个是周先生的手下 栽到我手上的 还不赶快去找你那个霸气和神秘呀 去吧 去去去 谁怕谁啊 走了 等等我 我 人呢 刚才人还在这儿的 小姐 这雨越下越大了 咱们还是赶紧上车吧 嗯 走吧 哎 快上来 大哥 喜欢他就追啊 你是顶贴立地的大英雄 哪个千金小姐追不到啊 大头 我记住 伞和点心都是你送的 与我不管 好 我明白了 你看他 多纯洁 多明亮 我是乌云 不该正正 千威 去看一下 他们要修理到什么时候 庆平 乖乖地嫁给周明昌 这就是你的命 怎么样 车还要修好一会儿呢 要不咱们去咖啡厅等着吧 好吧 停 停 停 先生 你好 我那个车坏了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我这 好吧 先走 请 请 过来 快 师傅 你看清了吗 好了没有啊 修好了吗 你的车没坏 人呢 夫人 姓平不见了 怎么会 可能是前面那辆车里的人倒的鬼 快走 去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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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追过来 放心吧 清平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 金夫人 要把我送给周江 帮她和周明昌 做鸦片生意 鸦片生意 他们 是非抓到我不可的 我 我 有办法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清平小姐 我在郊区呢 买了一个小院 叫婉居 我把这个地址给你画下来 你拿好 这是钥匙 这位小姐 请问方明 我叫童玉婉 他说 就是这里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然后照地图找 听见吗 快点 快点 快跑啊 好 快跑 走啊 疯小姐 疯小姐 这是你们家周先生送来的伞 替我谢谢他 多亏有这把伞 我才没被淋到 还给他吧 这伞不是给你的 是我大头哥 给苏西姑娘的 不是给我的 我不要 谁知道你是不是 下了耗子药了 这点心这么贵 我角色舍得要死你 你不舍得这点心啊 就是 你 小姐 你们俩等着抢 苏西姑娘 苏西姑娘 姑娘 都转了好几圈了 你给我的地图 我实在看不懂啊 我不是字 你给我指个路吧 这点钱虽然微不足道 但我希望他能帮到我 带我去找 黎家大少爷 他认识路 好 清平 怎么是你 你怎么回来这里 你不会 你不会 无缘无故来找我的 别哭 有我在 以后没有人敢欺负你 就是 帮你 找我 你 你 有 我 有 你 你 想找人 什么 你 是因为我们是之音 你说过 九肉朋友不如言语知己 言语知己 不如文字神交 文字神交 不如咸语知音 真美啊 这里真美 我喜欢 少风 你闻闻 空气中 是不是有自由的味道 杜少爷 您是来找清平的吗 对不起 他失踪了 你在什么时候 肩负在我的心 为什么我不能肯定 我们共度多少曾经 我的关卡有你背影 从在遥远的附近 在爱十年前从来不愿意 太早遇见 太晚发现 辜负了命运的心意 不管是否 不管是否或是你 重造的感情 还是有命中注定 能不能和你约定 回头像生日的风起 回头像生命般的风起 为什么会难才能牵牵起 出什么命中注定 事到如今才相信 天造的生日一对从来 没有消息